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我願意把它給你們的 好了 那麼要從哪裡開始呢 我知道地下室有個有趣的房間 我討厭那個房間 使用有趣的房間是指什麼啊 你會看到的 相當詭異喔 不過在進去之前我們得先找到鑰匙 老頭兒把它藏在書房的一本書裡 書房就是我們上一集走錯的地方 應該在這裡 這裡就是書房 那個把鑰匙查他書家上成那本的脆畫在書裡喔 湯米曾經用書丟我還稱之為圖書大戰 終於有一天我用手掌頭會寫掉 哈哈哈哈 哇塞這樣念笑出來 補掉他們的一無所知我保證 哼 這個吧 欸 還是什麼 欸 等一下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 暮色之城 一位少女跟一個陽光下 上方的楚菊芬芳的殭屍戀愛傳奇 OK 走吧 我懷疑害你自己都沒讀完這些書 然後咧 可以走了嗎 等一下我們可以打開地下室那個有趣的房間了 這裡是地下室 我們在這裡玩夠躲貓貓 這個先開燈 好 開燈 放著一堆布滿灰塵的科幻小說 很酷的垃圾 結果湯米滾下樓梯 他算了一顆牙 不會讓你來說沒差 反正他本來就夠醜的 哇靠 你怎麼當姊姊的啊 當姊姊嗎 這個什麼 不好意思 你就是材質 好 喝這一間吧 夠 這地方真像是洞穴 好多兔子喔 那兔子嗎 一個得子的兔子 一隻毛龍王具鴨嘴獸 這麼可愛的生物 只能嚇尼耳一跳 看能拍上用場 衝他一下 他跌倒咧 呵呵呵 呵呵呵 好 拿走他 然後咧 一個破破爛爛的八音盒 好 我不能過去了 就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聲音變 變 詭異的音樂了 你看見了嗎 你看見了嗎 關於這些兔子 你們兩個知道些什麼嗎 我什麼也不知道 他老頭不喜歡讓任何人進去 所以我們也沒讓他收起過 實際上 還不只在這個地方有兔子兔子呢 其餘的在哪裡 在廢棄的燈塔裡 就在這個懸崖的下面 想去看看嗎 會有鑰匙 你們該不會想一起去吧 呵 看來我絕對不能帶你們去尼爾的房間 所以去燈塔那看看唄 嗯 外面的風還挺大的 不過 燈塔吧 好吧 聽懂的 也許那來會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兔子的線索 我去救了燈塔 你快看情況吧 好 走吧 不喜歡海龜 有報復的冰淇淋平常吃 救燈塔在哪裡 這裡嗎 那鳥一直跟著我們 在那裡 在那裡 不過 我們得先向南 才能走他 走 先拉到那 啊 因為我忘了帶降落閃 OK 所以我們會先往南走 欸 那鳥一直跟著我們 你看 喔 我知道了 就是那個鳥要告訴我們要去哪個方向 應該是吧 看我玩一下迷路是不是 看我玩一下迷路是不是 喔 不 我剛買的沙灘球 被人弄壞了 啊 我剛怎麼說 這盒真的夠蠢的 可是這是我做 有過的 最好一個沙灘球了 喔 事情那麼殘忍 喔 所以我們一開始應該要弄推的 不能戳破他 啊 聽著 我會再買一個給你一個的 不 別那麼做 你會嗎 當然 但是我現在該出發了 喔 松鼠 他在冒煙 是哪個笨蛋撞毀那輛車 不是我 外面很黑 孩子們 你看你們不怕嗎 當然不怕 我們將扮演角色驅走他 什麼 他們也是一個強大的騎士 而我是一個偉大的法師 對 我們會下面一切邪惡 喔 那個 嗯 很好 你們也要玩角色扮演嗎 我 啊 呃 人獸部嗎 他沒那麼酷 幹不了這個的啊 嘿 只要我想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你們這些小孩都好好看著 看著 怎麼一樣不是我 好 我們先 走上去 欸 等一下 這個 懷爾斯加 快看 那有隻松鼠 喔 不 一隻可怕的松鼠阿貢 很危險啊 為什麼會有張鬥 不要擔心 孩子們 我會保護你們的 B圈怎麼回事 這 這是什麼 好帥喔 進攻 這最好的防守 他不給我那個耶 好 火山之跳梯 最大聲 你的 呃 回合結束了 松鼠阿貢 啊 住手 不然我再告訴媽媽 你願意的動物 對 他會叫檢查抓你 什麼 我只是 我 我 並沒有打算 欸 等一下 湯米這邊寫個睡覺符號 難道不是你們說喜歡角色扮演嗎 你應該會自己感到羞恥 你應該會自己感到羞恥 我們叫他泰德好了 好的 那沒忘記剛才的事吧 欸 你在叫什麼 呵呵呵 OK 走吧 還還活著嗎 還還活著嗎 還好活著 那是墳墓 紀念伊蛙 伊 懷爾斯 伊蛙 懷爾斯 他是約他的妻子嗎 不知道 來吧 燈喊就在那 應該是啦 他是他的妻子 哇靠 喔 就是這的 可是我過不去耶 唉唷 可以可以 一隻色彩斑男的子兔子 欸 我們從來的時候這個沒這個耶 喔 對 伊蛙尼在這病腦之前 一定來過這裡 這是唯一一隻 只有兩種顏色的兔子 對吧 你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 看起來就很難疊耶 真是奇怪的愛好 然而 哇 是我的電話 是瓦茲 你現在準備出去了嗎 好的 我馬上就到 為什麼你的手機擬身體的蠻古爽呢 為了把怪物嚇跑 來吧 我們回去 我的子兔子 這麼快要回去了 喔 你可以再往來半個小時對吧 假裝我們沒有一個僵屍的顧客什麼的 我被一些東西藏上的 我也被一些東西藏上的 被一些稱之為工作的東西 別用這個按摩的語氣對我說話 我遲到 就這麼一次 您就對此糾纏不休 至少我們應該先做好出化的準備吧 當然準備好了 這都可以 能幹的我 你的頭盔都在沙發上 工作快點 OK 沙發上 沙發上 哪裡 沙發上 沙發上 喔 我看到了 喔 向他解釋 不 我們無法當成的平空製造記憶 那麼 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不是我們 是這台機器做了絕大部分的工作 當然 也是因為那點薪水完全不夠我們牽制出馬 簡單來說 我們的工作就是盡可能進入他最早的記憶 進去之後 我們把他注射給去月球的願望傳輸給他 傳輸給那個世界裡 初始狀態下的他 然後依靠一些來自危機 以及他 自己的數據 這台機器叫模擬一次新的人生 但是這次在他的一生中 他都會渴望著他所注射的夢想 所以 引發他 僅靠著渴望 來自自己 完成夢想 那怎麼可能 每個人都對是 是 抱有雄心 怎麼可能 多數人都無法付出現實 那是因為在現實中 那些報復會動搖 進而退色 人們總是充滿著熱情力開始一件事 但最終 因為失去最初的動力 而停滯不前 但是想像一下吧 如果你在一生中 只鎖定一個目標 從不動搖 那我們幻想的力量 這樣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雖說如此 但也沒什麼雄心壯志能幫助一個死的 我們最好趕緊開始 啊 當然 抱歉 耽誤了時間 他說有沒有錯 有命喔 OK 下了 不管準備好了沒有 總是開始吧 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只能到達最遠的記憶了 關閉月哈里以外的所有音頻 行的 我們進去吧 無論何時 都可以將鼠標移到窗口頂或長上狀態 窗口頂標 這什麼 這什麼 我先偷個打 這什麼意思啊 現在我們在這邊 這邊是不是 OK好 我們這一集先到這邊 好了 那希望明天好 歡迎來到我影片 左下方的圖案 按個訂閱 左下角的方框 小方 小紅色方框 按個訂閱 鈴鐺記得打開 才會 隨時收到我更新的消息喔 OK謝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囉 謝謝 掰掰